07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07 就是什么 子类还有对象成员 对象成员还有呢 负类构造函数 构造 构造 构造和吸构的 吸构的 吸构的顺序 这个顺序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负对值 子对负 这个要分清楚 是构造和吸构 别弄混了 反正你就认为 负 构造的过程 是从负类开始的 负对值 子对负 你就记住 负对值 这是构造顺序 子对负 那吸构顺序 负在前面是构造 这样就好记一些 好记一些 OK 好了 那这是一个大致的顺序 大家了解一下 大致的顺序 咱们去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个顺序 那么接下来 要给大家讨论的是什么 要给大家讨论的 要是什么 就是说 计程中同名函数 处理方法 同名函数 那么这个 讲这个之前 我们还是先 先把我们的 这个构造函数 这弄明白 构造函数 这弄明白 字典七 一样的 这个都在 回顾 注意在回顾 回顾了前面的姿势 就是说 这我们只讨论 不讨论成员 咱们不讨论成员 就是 就是 相解 相解 什么呢 相解 子类中的 构造 构造 相解 子类中的构造 相解 子类中的构造 那么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 我们看个代码 看个代码 比如说 我们现在 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现在 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 子类 就是这个子类 我重新创业工程 创业工程 太乱了 05 05 cast 注意到这都是复习 都是复习 我还没有讲 还没有 讲其他东西 就是复习 都是对前面 使劲的复习 多复习几遍就好了 这儿我把这个 复习过来 复习过来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不要其他类了 咱们就不要其他类了 就不要其他类了 就来个子类就行了 子类 子类和负类 一定要注意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现在呢 咱们就不这么做了 现在我们子类中 要来点数据 比如说 private 来点数据 比如说int int int 我们的什么呢 int a 来一点数据 那么int a 来点数据过后 一定要注意 int a 来那个数据过后 我们自己的 这个上 它是不是也有 自己的数据 我们也来一点数据 private 因为不可能一个类中间 不包含数据 这不可能的 比如说int b 都来点数据 那么都来点数据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我们要考虑一下 该怎么去做了 大家看看 既然 子类中 有数据 那么 它就有 有餐构造 和无餐构造 我们说过 这是你看子类中 有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 大家看看 它是一个 这有数据过后 我们就有 有餐构造 和无餐构造 那么 这是 有餐构造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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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看来 int int b 因为它自己 是int b 那 这 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 什么 这就是 子类中的 子类 子类的 什么 子类的 什么 有餐 有餐构造 有餐构造 函数 构造函数 有餐构造函数 和无人在这注意一下 咱们慢慢来 有餐构造函数 肯定要付给上 z 中的b 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这个 等于这个b ok 等于这个b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 我们去实力化一个对象 用子类去实力化对象 我们传一个10 我是给b传10 那传了过后 伙伴们一定要注意 传完过后 我想去访问 咱们先别忙的访问 先看一下 它掉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掉的是个什么东西 好 走起 来 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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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类 子类 首先你看 首先呢 实力化这个对象的时候 我传参了 这个对象我传参了 那么传参了 传了一个 传了一个 而且这个10 传给了谁呢 是传给了这个 子类中的这个 这个 看到没有 这有参构造 10传给了什么 传给了b 那么b呢 付给了我们子类的对象 b中的成员 付给他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 它子类呢 掉的是有参构造 子类呢 掉的是有参构造 付类掉的是什么呢 掉的是无参构造 为什么是付类中 掉的是无参构造 因为我们整个过程中 并没有在哪儿 指名去调用 调用什么呢 调用我们的什么呢 调用我们的这个 呃 子类的无参构造 看到没有啊 调用我们的无参构造 看啊 OK 那没有指名啊 就它是默认了 是访问的无参构造 因为我们没有干嘛呢 没有通过这个子类呢 给我们的付类 显示指名 要调用我们有参 两个 你这有的没有 都没有有参了 那我可以给个参数了 我这也可以给个参数 你看啊 给个参数 int int a 那付类呢 有参啊 这是有参构造 有参构造 那这时候啊 是给这个负位中的什么 z啊 z a啊 等于等于 a 好 这里面有参构造 一样的啊 一样的 一样的出去 你看到没有 它还是调用无参构造 啊 无参构造 啊 也就是说啊 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 默认情况下 那么我们的子类呢 会调用啊 默认情况下 子类会调用什么呢 负类中的无参构造 一定要注意 它会调用负类中的无参构造 啊 那么如何啊 如何显示的啊 就先这做一下啊 就是子类啊 子类啊 默认啊 默认会调用 会调用什么呢 默认会调用啊 负类的什么呢 无参构造啊 无参构造 默认会调用无参构造啊 所以说啊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结果啊 一定要注意 这运行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我们去用子类 去使用对象的时候 它首先干嘛呢 啊 调用的啊 调用的是我们负类的无参构造 看到没有啊 那子类有参啊 是可以的 好了 往往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写子类的时候 写我们的负类的时候 一不小心没有写这个 比如说一不小心 没有写无参构造 那这时候呢 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假如我把这个注释掉啊 这个负类中的什么呢 负类中的这个无参构造 注释掉啊 注释掉 那么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 我把负类中的无参构造注释掉了啊 注释掉过后呢 大家看看 那这时候编译呢 就会报错 就会报错 看到没有 这就报错了 为什么报错呢 大家看看 它没有找到合适的 你看到没有 我把这个放大啊 放大 大家看看 他说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函数 什么函数 就是鸡类的无参构造函数 为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找到呢 为什么没有找到鸡类的 无参构造函数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 这是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 那这次呢 我就点一个名字啊 将紫龙 算了吧啊 这个呢 就是紫龙啊 在不 紫龙在不在 紫龙在给两个扣一 紫龙在啊 接下来二十分钟 你可以和主员讨论 为什么我把这个 附内中的这个 无参构造一注释掉啊 一注释掉 它为什么就调用不了 附内的无参构造了啊 你可以和主员讨论啊 那么五十的时候 你再回答我啊 当然如果讨论出来 也可以立即回答我啊 伙伴